全台降到二级警戒 室内外适度松绑防疫措施 不过南投知名风景区双龙七台吊桥 应考量原乡地区医疗设备不齐全 因此在跟县府反应后继续实施修缘 进取还是关闭 还是关闭 我们要看多亿寻求大家的意见 然后再看县府他们评估怎么样 还有公所这边出发的设定是怎么样 我们一天三方面就评估了 而前阵子历经严重干旱 不过随着水位回归 原本有望续办的日月潭万人永度盛事 却因疫苗施打尚未普及 在县府讨论评估后 最后决定取消这项年度盛事 因为到目前为止 整个疫情还是没有办法掌控 另外就是我们医护人力最近都出动 所以医护人力 医护人力还是严重不足 所以考虑结果 为了让整个活动 不是因为办理之后 产生一些护育症 我们决定就今年不再办理 南投县府强调 虽然疫情逐渐趋缓 但个人防疫卫生工作 还是务必确实要求 也期盼大家继续供体时间 正常生活才能早日回归 每次新闻混迪南投市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